~~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以害禀绪新卯以为 这是个女命 她说这个八字应该算好了吧 可是她男人都到了哪里去了 她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她说 我月上是官 我月上是官 这个来讲我的桃花应该很棒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都用这一种的单一论连法 我可以跟各位讲 单一论连法会准吗 你完整的八字都不一定会准 你还在用单一论连法 其实基本上都更不准而已 我会这样讲 她基本上会更不准 而是真正我们要看她的一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排列组合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心经被丙火克 卯绪一合 地支土克水 你看 牧生活 牧生活 更克的日主 像这一种的 你认为她的一个桃花会旺吗 其实基本上 这个就叫做桃花来找她的麻烦 所以她比较容易会遇到烂桃花 不好的 或者是她会抗拒桃花 因为要欺负她 她会害怕 所以这个八字里面 本身就 她就是一种本命的一种日主受克 这个叫本命的日主受克 本来就是日主受克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要降低这个丙火的杀伤的力道 他才会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就要知道 就是说 要让他好 又不要伤到这一个丙火 那在天干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的是什么 当然 有心经可以 有心经可以 庚经也可以 戊土也可以 其他基本上就很危险 你用润水是直接把苹果干掉 对你脱困了 但是相对而已 你的官也受伤了 相对而已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所以他说 他的老男人 假如说以流年来讲 在去年比较有机会 那以地支来讲 就直接看他的一个官 了不了解 因为他地支没有官 他只直接看 那五味一合 所以说不行 那是否可以 这一些都是他的一个桃花里面 会对他比较有利的一种大运 因为我毕竟我不知道他的大运 所以我没办法讲流年 这个是他大运的一个状况 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用神 所以以来讲 不要用一个公位会怎么样 就会导致怎么样 其实这一种的论法相当的狭隘 他很狭隘 然后也不一定会准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都没有看其他的一个八字的排列顺序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就容易犯了以偏概全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学八字 结果就说八字不准不准 其实不是八字不准 而是本来这一种的论断法 他就缺点很大 就很像十二生肖 你知道吗 十二生肖各位也知道 十二生肖会准吗 当然会有点准 但是你说他有可能准到跟八字一样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各位在学八字的时候 就是自己注意 完整的八字 还是批八字 其他的基本上 学起来是比较简单没有错 可是基本上为什么他会简单 就表示说 他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并不会很准 所以他只要用一点点资料 可是在一个完整的八字都批不准 你再用这一种简单的批论 当然更不准 所以各位来讲要注意 所以这个八字 我们就会知道他的桃花会不会好 其实他的大运要走到这几个桃花才会忘 否则的话 这种八字桃花一般都不会很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